大家好 在阳台栽培一两盆 香葱想吃什么时候的可以 最关键是我们平时整页养护 让它长势更茂盛更快呢 首先在阳台养护 我们要把它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起到光好作用 这个香葱才能长得茂盛 长得快 第二个 浇水 我们选择更疏松更透气的土壤 有利于植物的根系生长 同时我们平时浇水呢 更有利于植物的根系吸收水分 我们要坚持一个原则 甘蔗浇透 第三就是施肥了 盆栽的香葱 我们施肥可以选择 一些芭蕉腐所好的有机肥 我们可以简单的制作一种有机肥水 咬一小勺的鸡粉 充分的搅拌均匀 鸡粉呢 养分比较丰富 搅拌均匀之后呢 比较容易融解到土壤里面 要充实的根系很好的吸收 鸡粉呢 含有丰富的大脸甲元素和中微量元素 能刺激香葱的根系呢 生长 以及能改善土壤 增加土壤中的有益菌 让土壤呢 变得更加疏松透气 增加土壤的饱水饱肥 养分充足了 这个香葱呢 才能长得快 茂盛 平时养护 最关键的还是光照和浇水 好了 再见